嗨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長榮航空無限萬理由介紹 Part2 來囉 那當你把這個情流都加進去 你的兌換名單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比程感量的部分 好 很簡單 一樣喔 你在首頁的選單裡面 選擇無限量 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喔 今天呢 我們要延續就是上一次的主題 就是長榮航空的里程介紹呢 今天呢 要更深入的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 欸 你要怎麼把你的里程 轉贈給你的親友 那再來呢 就是怎麼做開票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主題 大概就是蠻重要的一個議題啦 那包括我們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 就是它的會員等級制度 然後還有我之前的簡單的 這個換票的經驗分享嘛 好 所以今天的這一集其實算是蠻實用的 如果你稍微了解長榮跟華航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的系統大概有七到八成 就是互相抄襲都差不多差不多 好 所以呢 你只要懂華航 那你就會懂長榮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先跟大家聊聊就是怎麼樣來這個轉讓里程給親友 因為你如果加入長榮里程的會員 然後你開始坐飛機 然後只要買那個有累積里程數的倉等 好 通常會比較貴一點 或者是有1.5倍 2倍的這一種 好 那你鐵屁股做出來的里程數可以換機票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在陸地上面 好 比如說你就不常飛 但是呢 你有信用卡 你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累積的里程數也可以換機票 好 所以呢 他們用這種籌兵機票 為的就是把消費者關在自己的系統裡面 好 比如說你的這些籌兵里程 除了換機票 那你還可以幹嘛 換住宿 然後還有換禮物等等的 所以其實各大航空公司的這個里程數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用法 它就是希望你以它為人生的目標在累積這樣子 但我覺得你的人生其實有更多的選擇 不見得是只有里程 或者是只能兌換機票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我們先來講這個 如何轉讓你的里程數給親友 你累積了很多的里程數 那要怎麼轉讓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你可以到他們的這個分公司 他的全球的分公司裡面呢 你就可以去寫這個新增轉讓的表格 這是一個就是紙本的一個行為 這一定都可以有的 那第二種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在網路上面下載 他的這個里程轉讓的表格 然後把你要轉讓的人的名字寫上去 然後你用郵寄的方式寄給他們 他們收到之後大概五個工作貼 也會幫你登記上去 那你就可以去做轉換了 但我覺得這些方式都非常非常的麻煩跟不人道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不是你網路上點一點就好嗎 但是呢 其實他們也有所謂的資安的疑慮 就是怕說你的帳號跟密碼 如果被不相干的第三人拿去之後 他就把你的里程轉出去 那你就來不及了 所以他要求你要親自開通這個所謂的網路轉讓的功能 所以你就要怎麼做 其實你就是上他的官網裡面 然後他的官網裡面呢 就有一個轉讓與轉回里程的選項 那你選進去之後呢 裡面就會有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呢 你把它列印出來之後呢 親自填寫完畢之後 把它傳真回去 它的傳真是886-3351-0022 你把它傳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打電話給長榮的客服 跟他確認說有沒有收到你的這個傳真 如果有的話 他大概一到兩個工作天左右 你就會收到他的email跟你講說 你已經完成了這個線上轉讓的功能 已經啟用了 那我自己有回去找一下我自己的email 我大概是在2019年 你看就是五年前我就開通這個功能了 因為那個時候就開始要換票了嘛 所以我就會要把這個功能開通 然後就能夠把我的家人加進去兌換名單 然後就可以兌換這個里程給他們這樣子 所以當你開通了這個功能 這才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才可以把你的親友加入這個轉讓名單 加入轉讓名單之後呢 你才能夠把你的里程丟給他 他們真的是設了非常多的關卡 就是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把里程丟出去給別人 這是滿麻煩的 但是你只要把前面的步驟都做完 以後就是就是行雲流水 那這個新增名單的部分呢 你可以在這個首頁的主頁面裡面選擇無限萬理由 然後賬戶管理的下方就有一個受讓人清單管理 你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新增你的名單了 那這個名單呢 它只能夠輸入10碼的長榮會員號碼 所以請你要加進去的受讓人呢 就是你的這些親友們 請他先註冊成為長榮的會員 哪一個會員卡等級都沒有差 都可以輸入 那只要給你正確的10碼數字 你把它輸入之後呢按enter 然後他就加進去了 所以請你要特別注意喔 那個號碼千萬不要寫錯 他沒有像那個華航有一個容錯的功能 就是因為華航他要求你就是 輸入你的會員編號之外 還要再輸入姓跟名英文的部分 然後他最後會跑出來說請問是這個人嗎 如果是的話呢才會成功 但是我最近加進去這個長榮的部分 他真的是沒有問題就直接就進去了 所以你這個號碼一定要寫正確 不然你寫錯的話你就少一個名額了 那長榮的部分 每一年如果你是綠卡銀卡跟金卡的會籍 你都可以新增6個人 那日曆年結束之後呢 比如說過了12月31號 隔年呢你還可以再新增6個人 所以他其實算是比較佛心的 那也是為什麼網路上比較多人 願意賣長榮的原因是因為 他真的比較好新增 對比於華航的話 華航就是一開始呢可以讓你新增6個 但是呢過了下一個年度開始 如果你要新增的話呢 他可以讓你新增 就是只能夠讓你刪改一次 然後這個刪改需要等30天才能夠生效 所以你想想看 30天的話你的票可能就被換完了 他的意思就是不希望你去那邊賣他的里程 所以他這個蠻嚴格的 但長榮就還好 長榮的話呢就是你把這個人加進去之後呢 過24個小時 你就可以兌換了 如果你是鑽石卡的話 你一年可以新增9個人 那好像就比較沒有這個24小時的限制 所以當然是卡等越高的人 你可以享有的福利就比較多一點 他們是體現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一般人 像我是綠卡會籍 就是永遠的綠卡會籍 我也就是可以新增6個 我覺得OK啊 平常我又不是靠這個 在賣里程賺錢的 我都是自己的親友開出去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蠻夠用的 像我已經幾乎把我全家人的這個號碼 都加進去了 所以到時候要換里程 其實就是點下去開出去就好了 那當你把這個親友都加進去 你的兌換名單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里程轉讓的部分 好 很簡單 一樣 你在首頁的選單裡面選擇無限萬理由 下面有個里程獎勵計畫 然後選擇轉讓與轉回 就是他這個部分裡面就有一個 所謂的再往下拉一點點 他的右下角裡面有一個辦理里程轉讓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進入下一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轉出去多少里程 然後還要轉給哪一個會員的號碼 但他們這邊做的其實蠻不人性的 因為他那些會員編號 其實就是這會員編號 他沒有姓名也可以讓你選擇 所以如果你選錯號碼 不好意思 那你的里程轉出去也是很麻煩的 那當然啦 他可以收回來 就是請對方把這個里程數轉回來給你 就也可以這樣子 那也提醒你喔 這個籌兵機票的點數轉讓有兩點 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受贈的里程 不能夠跟你自己的里程 或者是第三方贈送的里程一起併用 比如說我的媽媽她的帳上 有一萬里的長榮里程 那我自己本身要轉兩萬五給她 那這樣子合起來 是不是就可以來到三萬五 那是不是就可以開票了 答案是錯的 就是我轉給我媽媽的兩萬五千里 他就是兩萬五千里 他就只能夠單獨使用 不能夠跟爸爸媽媽自己帳上的里程一起併用 所以我要轉給我的父母開票 我就是一次給他三萬五或是五萬里 那轉出去之後呢 才能夠進行開票的部分 那開票要怎麼開呢 你可以打電話進去給長榮 請客服幫你開 那因為我是轉出者 所以其實我只要準備好 就是受讓人的資料 比如說我媽媽的資料 那麼我打電話進去 可以請他幫我開這是OK的 因為里程是我給出去的 所以這沒有問題 那你也可以請就是受讓人 你的親友自己打電話進去開票也是可以的 第二個 以最快到期的里程優先轉讓 那轉讓之後的效期呢 會這個沿用原本的效期 然後以轉讓者的卡 然後存在受讓人的帳戶裡面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比如說我這一批里程是2022年累積的 那他的效期是三年嘛 所以最快2025年會到期 所以我把這一批里程丟給我媽媽的帳戶的話呢 他就必須要在2025年之前來進行開票 不然他就會過期了 那他開出來的票呢 就是開票當日起算的365天之內要把行程走完 如果沒有走完的話呢 票就會失效了 所以就要特別去注意這個效期的部分 那如果我給親友的里程數啊 他是少於在一年之內就會過期的 那你要特別注意請他要盡快開票 因為開完票之後呢 盡量不要就是去做退票或是取消的動作 因為只要過了這個一年之內的期限 其實點數回來的時候呢 失效的他就會失效了 就沒有機會延展了 當然現在長榮他還蠻奸詐的 就是他有在做這個所謂的里程延展的服務 但是他會給你收錢 你就會知道說他們真的是死要錢 好來跟大家聊就是怎麼樣去凱莉酬兵機票 其實很簡單就好像你買機票一樣 你在官網裡面按一按 就是去城回城 然後選一選選一選之後 如果有票你就可以買了 其實里程票也是一樣 你就是從首頁然後選擇無限萬理由 然後裡面有個里程獎勵計畫 選擇里程兌換 進去之後你會發現這個里程兌換 有很多很多的選項 比如說你可以做升等 那你也可以換機票 然後也可以換這個住宿啊什麼的 或者是換商城的禮物之類的 我覺得CP值最高的呢 還是選擇機票 是CP值最高的 那如果你換里程升等的部分呢 我還是要提醒你喔 你一定要去做精算 因為里程升等 他所需要的這個機票 他的倉等是比較貴的 所以你很可能就是比如說 呃台日的機票已經一萬四一萬五了 但是你要買一個可以從經濟商升到豪金倉的 你可能就要花到一萬六到一萬七 對所以你用了里程 你反而要花比較多的金錢 我就會覺得對我來講是不划算的 所以我就很少去用里程去做升等這件事情 我要就是里程票就是直接就換票出來了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那里程換票的時候呢 其實它規則有點複雜 就是查位只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先懂它的規則 之後再來規劃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長榮的里程票的規則呢 我們就是在這邊跟大家就是做一個說明 就是複習一下 首先呢 在亞洲區本來是有所謂的外站票 那這個開起來就很爽 因為你只要是商務場 就是外站的來回票 中庭台灣就會變成四張票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 安排成最多就是三個旅程出去玩 但是呢這個規則呢 在2023年的6月1號就被長榮公給封住了 所以大家都沒得玩了 如果你要做短程線在亞洲區換票的話呢 一律就是經濟上三萬五只能夠換來回票 然後商務艙的話呢 就是五萬里來回票 就是這樣子 那沒別的選擇 所以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CP值比較高的選擇 是像這種外站票 然後有中庭或者是轉機的 是CP值比較高的 那就只剩下這個長程線 比如說我明年要去巴黎的這個航線呢 其實外站票就是從曼谷 然後飛到巴黎嘛 但是呢我已經查過了 曼谷真的沒有直飛巴黎 他就HUB就在台灣 一定會回來台灣 所以呢你換票解釋是這樣 就是從曼谷飛來台灣 然後再飛去巴黎 但是因為我前面做了一個中庭點 所以說曼谷回來台灣之後 大概是過了三個月 我才從台灣飛巴黎 那巴黎玩了十天之後呢 回來台灣 那接下來就只能夠 因為一個中庭點拿掉了 就只剩下轉機點 所以就是在24小時內 就要馬上出發去東南亞 那我後來選擇的是曼谷 所以就對我來講就是三個行程 但是第二跟第三個行程是連在一起的 那就變成是一個比較大的假期 你要換這種中長城的機票出去玩 你當然還是要做好一些事前的準備 比如說跟你的工作同仁要做好這個妥協 因為你要請那麼長的架嘛 所以這部分是大家還是需要去考量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其實是蠻超值的 他的競爭對手華航相比的話 我覺得華航比較划算的一點是 他這一次的里程改二裡面 他並沒有把這個中長城線的兩個中庭點給拿掉 所以如果你要就是換成一個 完完整整的三趟旅程 我個人覺得華航的里程應該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他是短程線也不能夠開這個中庭嘛 所以也不能夠玩這個規則了 但是他的長程線的部分 還是可以加兩個中庭點 所以你也可以開出比如說曼谷到台灣 然後台灣再到歐洲或是美國去 然後最後回來台灣休息一段時間 之後最後再飛下一段出去 我覺得這個CP值好像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下一次開票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優先於華航來做考量 那你可能會問我說 那怎麼可能就是長榮開完 接下來就開華航 怎麼可能有那麼多里程 所以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解釋說 到底要怎麼去做比較好啦 那里程開票的部分呢 有幾點再繼續跟大家提醒 第一個就是 就是如果你沒有在搬機起飛前來做這個取消定位的話呢 那你又沒有去現場搬飛機的話呢 他會跟你收這個no-show的費用 長程線要收100美金 短程線要收50美金 而且會點名做技能 所以請大家就是換票就一定要去飛 那如果把第一段就是選擇不去飛 因為如果你是外站的話 第一段你不飛 其實二三四段的票是不能夠啟動的 所以你還是要特別去注意好 所以第一段一定要飛 那如果最後一段你真的不飛的話呢 如果是開口票你是有機會可以去最後取消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轉機票他就不行了 因為轉機票他就是要求你一定要飛啦 所以這個也是蠻麻煩的 如果你覺得他這樣子的換票不適合自己的旅遊行程 那你其實你可以不要換 你就直接換這個中長程線的商務商來為票 大概15萬里其實也是OK的 那再來 之前我在粉絲頁上面分享這個長榮的機票的規則的時候 有人講說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換一個單趟的 比如說台北到日本 然後我中間是不是就可以中庭一個點 那這樣是不是就變成一張票變成兩張票 我跟你講你想的美 你這樣的話你就是兩張票 你就是要就是用兩段里程來去換 或者是你要花兩筆錢 怎麼可能這個航空公司那麼聰明那麼精明 他又可以讓你這樣換 如果大家都這樣換的話 我跟你講他一定是虧死 因為你只有付一段里程的里程數 這個票的費用 然後你就換出了兩段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這個是一定要特別去注意的 就是一定有來回票 一定要來回票才能夠加中庭或是轉機點 那如果你是換單程的是絕對不會有的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去注意的部分 那如何查詢航班是否有籌兵機票呢 我自己的做法啦 如果我是單純的換來回票 其實你就是在長榮的官網裡面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你就按一按 其實有的話呢你就可以直接兌換 因為來回票其實你不需要特別就是進線克服 請他幫你處理 那如果你是像我這一次巴黎的這種外站票的行程 其實要四段票 而且又是兩個人 其實真的蠻複雜的 所以你可以選擇就是打電話給票務中心 因為他現在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忙了 就疫情之後其實有一段時間是電話怎麼打都打不進去 但現在其實都打得進去了 因為沒什麼人要換票 所以你可以打這個02-2501-1999 你就可以打電話進去 然後呢大概等個3到5分鐘 那他們就可以幫你開票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目前可以去做的做法 不然的話呢你就要真的跑這個票務中心了 像我之前在疫情前大概2017 2018年的時候 我也是跑那個票務中心來去做開票的 那他的地點是台北市的長安東路2段117號 早上8點半就開了 那這一次巴黎的換票我也是一樣 那我的做法呢 就是把我自己要飛的這個行程都先查好 怎麼查呢 第一段就是曼谷到台灣 這一段的話呢 其實你就是一樣用單程 然後去查 查到有位子的部分先記下來 因為如果沒有位子的話呢 它是不會寫線的 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段落就是台北到巴黎 我把那個時間寫下來 然後巴黎回到台灣 也是記好了之後 最後就是最後一段 看是台灣去巴黎島 或者台灣去曼谷其實都可以 那你把這個時間點記下來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去票務櫃台 或者是打電話給客服 請他幫你查 時間 然後還有單機代號 你都把它記下來之後呢 它這樣查會非常非常快 就不會就是在那邊幫你查 時間查很久 那台北巴黎 這種中長程的航線呢 一天只會有一班 所以沒有的話就是往前或往後查 那像曼谷的話呢 一天有四個航班 所以其實它就會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說早上九點好像有一班飛出去 然後十點有一班 然後下午兩三點有一班 然後晚上有一班 所以其實長榮航空 它針對這個曼谷的這個點 其實放了蠻多台飛機的 我覺得也是蠻方便的 所以我在換票的時候呢 我會跟他講我的first priority 我最想要的航班 比如說銜接的最順的 早上如果是巴黎 回來台北的航班的話 回來台灣大概是早上七點半左右 那第一班最快的時間是 九點半就飛了 我在台北的貴賓室呢 大概只要轉機兩個小時 好我就可以走了 因為第一個航班 現在是排後補 因為太多人選擇了 所以第二個航班就十點 所以等於是休息三個小時走 我就也OK 所以這次的航線這樣子換下來 我個人覺得其實都搭得蠻順的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比較快的去換到 你要的這個機票 那如果你想要累積長榮的里程 到底要用什麼卡比較好 很多人都會講說 長榮不是有推聯名卡嗎 他跟國泰斯瓦的聯名卡 到底可不可以 這一點的話呢 我還是要持平的講 就是極致無限卡 如果你是申請這個首年 可以拿到五萬里的 那你只要兩萬塊的年費 可以用六次的機場接送 然後還有這個 無限次數的長榮貴賓室 那我覺得它是划算的 因為它要送你五萬里嘛 五萬里以現在的價格 0.5來算的話 就是兩萬五千元 所以絕對是划算的 所以你可以趁它 就是有活動的時候 然後來參加這個方案 然後拿到五萬里的里程 絕對是划算的 但因為一個人只能拿一次啊 所以我就算是把這個卡片剪掉 我要再重辦 它也是不會讓我拿到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這張卡片就是 每年都要繳兩萬繳兩萬繳兩萬 我就覺得兩萬塊 其實真的是蠻傷的 然後我又不是只搭長榮嘛 所以對於我來講的話 我持有這張卡片的目的性 其實是比較低的 就好像華航 他當初推出聯名卡的時候 我也是馬上就辦頂中無限卡 然後第一年就累積了 六萬里七萬里的長榮里程 然後在疫情結束 就是去年的時候 因為2020年開始累積三年之內會過期 就要2023年以前就要用掉了嘛 所以我去年我就直接把它都換成里程 然後那時候就是亞洲區外站還可以嘛 所以我就是一直狂開 然後就飛出去玩很爽 好那今年的話呢 其實很多東西都慢慢的門關起來 然後權力就縮水 我就覺得蠻可惜的 好像頂中無限卡 我也是只用一年 第二年我就直接剪掉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被綁住 對於我來講的話呢 旅行的行程 舒適度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反正商務場其實大家都蠻好的 其實不會差太多 所以搭長榮 搭航 搭新宇 對我來講是一樣的 我要的這個時間點 哪一家航空公司 是有航線 是時間比較好的 我就會選擇 我反而會把我的里程 我累積的 通通都放在國泰市華的cube卡 累積的小數點上面 所以當我有需要的時候 我就透過國泰市華的小數點 它可以在國泰優惠的APP 把這些點數轉進去 各大航空公司的里程 大概只需要五個工作天以內 它就會到了 所以我提早一點點 我在規劃的時候 就是提早換 大概一週 本週換下週就可以拿到了 那我就可以開始開票了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是比較簡單的 那如果你有國泰市華世界卡的話 你的兌換比例更好 就等於是 你可以用比較少的小數點 然後就可以換到 一樣多的里程數 所以對於我來講 我可以省下更多的 辛苦刷卡的刷卡額 那另外一張的話 就是HSBC的旅人卡 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那HSBC旅人卡跟Cube卡做搭配 就是Cube卡不能刷 沒有3%回饋的地方 或者是今天已經轉換一次權益 然後還要再刷其他通路的 那已經不是3% 它的指定權益以外的 我就會統一用旅人卡來刷 那這兩張卡片相互搭配的情況之下呢 我的每一筆消費都可以拿到里程 那這些里程呢 如果你把它拿去換商務艙 中長程的機票來用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點大於一元的效益 回推來這個現金回饋 我覺得5%一定有 5%到10%是有的 所以對於我來講 是CP值非常高的選項 那我們在上一期節目 其實有跟大家算過 就是我換出來的 台北到巴黎的來回票 它光是現金價值 就是345678元 345678 這個金額已經很驚人 但是只要用30萬里的常用里程 就可以換到 那是不是一點就大於一元了 那還不算這個頭跟尾的 這個曼谷的機票 也是商務艙的 如果一張2萬5來算的話 就是再加5萬塊進去 所以等於是 因為345678是兩個人的錢 所以你就是要再加10萬 就變成445678 所以30萬你可以換到 40萬的機票 我覺得CP值也很高 對於我來講 我就不會那麼執著於現金回饋 用里程換將來出去玩的 每一趟機票 通通都是商務艙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這是這一次 長榮航空的里程介紹 那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 也思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 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節見 掰掰